法展協會 謝凱申醫師來為大家做報告 請大家掌聲歡迎謝醫師 來為主席楊理事長以及諸位先進 諸位前輩 諸位會員 諸位同浩 以及諸位 諸位 諸位先生 大家早安 早 今天感覺非常高興 我們中華紅外線發展協會 也能夠有機會共襄盛舉 參加這個盛會 早上聽到了楊理事長以及諸位先進 諸位理事長所提到的 各種整合醫學 各樣的進步的狀況 我本人雖然是一個西醫 但是也非常的驚訝 其實我早就認同於我們整合醫學的發展 也覺得非常榮幸 能夠到這邊來一起參與盛會 尤其今天有看到我們一些前輩 譬如說 我讀書的時候就有所敬仰的崔九教授 還有過去我早就認識了張永賢 副校長等等 都能夠在盛會裡面 還有陳建福 院長等等 都是過去早就敬仰的前輩 能夠在這邊再一次聽到他們的教會 我覺得非常的高興 今天是要跟大家介紹中華紅外線發展應用協會 聽到這個好像大家會覺得說跟整合醫學 人類醫學有什麼關係 其實是有點關係 剛剛有人說另類醫學好像名字不是定號 其實紅外線學會 紅外線在西醫裡面算是一種病類 為什麼呢 因為它跟典型的防射性醫學不太 不是十分相容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總是想不到這個東西 但是它是一種自然醫學 為什麼是自然醫學 為什麼 因為紅外線它不是用人類的機械力量去讓它發生這個能量 而只是去採用 去收集人體自然的能量 做影像 做造影 所以說這是一種自然醫學 但是它不被一般的傳統的西醫所認同 所以今天我覺得非常高興跟大家介紹一下 紅外線 前面一張 中華紅外線產業發展協會 我們希望藉著短短的時間 讓大家認識一下 怎麼說這種 紅外線在醫學的另類應用 今天再一張 紅外線是什麼 這個要回到民國48年 台海還在對峙的時期 可能這間 我們當然很多人不見了十分記得清楚了 可是我們那時候很小的時候 都記得那時候 F87的軍刀機對上對岸的米格機 蘇聯四月對岸的米格機 當時所謂一句話叫 軍刀切米高 為什麼叫軍刀切米高呢 因為當時在台海戰爭 因為那次的金門炮戰 卻參與後來幾十年的安定 那時候是三十比一 是震驚世界的戰力 為什麼震驚世界 因為軍刀機裝備了香尾蛇飛彈 什麼叫做香尾蛇飛彈 美軍發明香尾蛇那是全世界第一次 就是戰爭裡面 人類使用紅外線飛彈做攻擊的武器 而且獲得了實證的成功 這是第一次 紅香尾蛇飛彈的成功 為什麼美軍把它稱為香尾蛇飛彈 因為香尾蛇就是用紅外線的原理來偵測敵人 所以說稱為香尾蛇飛彈 也由這個開始 其實更造成美軍把這個做武器研究了好幾年了 早在1956年 美軍國防部就已經把紅外線同意 從軍事機密項目裡面 解除管制 解除部分的管制 然後應用在醫學裡面 所以早在民國48年以前 已經有兩三年的時間 開始有紅外線的醫學應用 不過其實正在紅外線致命於是 就是來自當時巴爾像跨戰中的台海空戰 好 請問下一章 我們學位到現在已經成立五年了 在這五年之中 我們是由張若理師 張若博士 我們是紅外線的工程方面的專家 那集合了各種各樣的 包括醫學 包括工程 包括學術 包括中醫 包括替代療法等等 等等 共同的同好呢 我們共同組成了 重化紅外線發展學會 請問下一章 好 這是我們當初籌備會的情況 籌備會成立的時候 大家共同的流影 請問下一章 這是我們第一次成立大會的時候 下一章 請大家不要看一下 我們組成了協會之後 每一年都有辦定期的 年度的學術活動 這是我們學術活動的場景 請問下一章 每一年 這是我們理事長交接 本人是第二任的理事長 請問下一章 這是我們李建市 第二任 第二屆李建市的合影 再下一章 這是我們演講的時候 前任理事長 演講的本人班政 他的這個演講感謝狀 請問下一章 好 再講一下 我們推動的業務範圍是什麼 先用文字介紹 等一下再用圖片來介紹 推展紅外線診療技巧 再相關醫療專業的應用 這個在西方面主要就是影像診斷學 怎麼樣就是影像診斷學 等一下會有圖片 給大家再說明一下 再來 基礎應用的科技 這個就是工程學 我們覺得很高興的是 也是國內科學的發展 台灣是全球少數的次主性紅外線科技生產的國家 再來 擴大紅外線診療應用 和輔助性診療的結合 第四個是 加強兩個紅外線診療科技的交流 最後呢 是我們要推動 應該是明年可以出版紅外線科技專書的協作 我們要下一張 所以下面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紅外線到底在醫療上面給我們什麼樣 另類的想法 超出我們一般的核子醫學 MRI CT scan 等等的想法 下面跟大家介紹 這一張圖是 法國大革命時期 拉瓦西 法國的化學家 他雖然是科學家的人家不免於爛 他後來是死於斷脫台上面 但是呢 他的洋化還原的理論 一直到現在都是人類化學 生物化學 生命科學的基礎 請問下一張 中文這個言之很有意思 兩個火 請問下一張 火在燒就是鹽 鹽就產生能量 鹽就產生熱量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謂自然的力量 讓我們能夠用自然的力量去偵測 我們的一些身體的病變 請問下一張 剛剛陳院長也特別提到了 鹽性是現在幾乎所有疾病的基礎 在我們臺勢當醫學生的時候 我們的病例老師就告訴我們說 幾乎所有的病都是肢體免疫反應 其實肢體免疫反應換句話來講 用具另外一個方式來講 照西醫的理論來講 肢體免疫反應就是一種嚴性反應 慢性的嚴性反應 很多疾病實際上都是屬於慢性嚴性反應 嚴性反應是什麼 紅腫熱痛 這是一個典型的西醫的講法 紅腫熱痛 但是我們看到了 眼睛看得到的是這樣子 紅腫熱痛 稍微 手摸起來是有 看起來有點紅 但是我們用怎麼樣用燃亮的方式 來看這個紅腫熱痛的表達 請問下一章 好我們就看到紅外線 就物理來講 紅外線是一種不可見的電磁波 存在影像的顯像工具 那麼它是溫度變化的真實反應 不受光線的影響 溫度變化變成圖形來表示 可見光是超可見光 可見光外的 可見光 可見光裡面的 紅外線是裡面的一部分 就是既紅外線等等 那麼還有它本身不去穿上去 所以它是非常低能量 請問下一章 那麼它在醫學上面 其實大家其實現在看了很多了 並不是醫學不用它 看了很多了 大家只要出國的時候 都會看到一定有個紅外線 射你對著你照個半天 確定你沒有感染疾病 就是沒有發傷 然後才會讓你入關 這個其實在SARS之後 已經廣泛應用在醫學上面了 但是除此之外 我們還希望推動它更廣泛的應用 當然最早是應用於軍事 那麼剛講過了56年 1956年美國國防部 終於叫紅外線從機密科技 部分解禁出來 做醫療的應用 那麼這場人 溫度自然的能量 是有一定的發散的範圍 什麼叫發散的範圍 下面跟大家說明 請問下一章 好 所以紅外線讓你看到什麼東西 紅外線等於某種程度的認輻射 照現代的物理學來講 也就是說照醫學來講 皮表溫度分布的狀態 是我們要去研究的對象 也的確我們會有些研究的成果出來 皮菜循環的血液分布 膠幹神經齒等等的分布 這個都可以借助紅外線的偵測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自然的現象的一些分布 下面一章 好 這個是一個典型的紅外線 下面一章 好 這個就是皮膚的分布 外面溫度低的時候 身體的核心溫度 我們這邊看到的 是在區幹比較高 但是 當外面溫度高的時候 身體的反應會有變化 所以體溫的高 外界環境的高低 影響了體溫的變化 這個在過去 也部分知道了 在我們 在50年前台灣有個病 現在已經消失了 俄科的病成為夏季熱 那時候科學還不太發達 醫學還不太進步的時候 夏季熱認為原因是什麼 夏天天氣熱 所以只要把它擺到冷氣房裡面 溫度就消失了 這個就是夏季熱 現在我們用現在的 醫學觀點來看的話 那時候說起來 夏季熱應該就是 輕度的病毒感染 一種不嚴重的感染 所以很容易退燒 好 所以這是 表示體溫跟外面的變化有關係 下面 好 因此我們可以用紅外線的影像 來做疼痛的定位 量化肌肉痛的尋找點 同時各種的即時的影像 那麼做任何的相關的針刺和診斷的工具 下面一張 好 那紅外線我們得到什麼樣的影像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模式來表現 像這個是 把它用不同的八格來表示 把溫度區分的八格不同的色差 就是溫度差 用這個溫度差 來看它的影像的變化 下面一張 好 這個是用同一個顏色的色系 連續的色系 再下面這個 你快跳過去 再下面 這都是不同的色系 再下面 好 再下面 這個字我們可以看看 好 下面可以看看實際的病人 這是血管以後的病人 可以看到 右手比較腫 但是我們眼睛是看到比較腫 下面 再下面 始終這就是比較腫 看到了 可是紅外線看到了什麼 這下面一張 下面 跳過去 跳過去 好 我們用超音波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些粗大的血管 好 下面 超音波看到不太多的東西 當然做電腦斷層等等 有用 但是太麻煩了 再下面一張 腳看起來 兩邊溫 它幾乎對身的沒有問題 再下面 我們看手 這邊看到明顯的比較溫燙 所以這個就是紅外線掃描 給我們的用處 再下面一張 好繼續 我們很快的看下面 好 一樣到手背都有 好 在下面 同時它可以做其他的檢查 比如說是一些儀器的檢測 比如說是受醫學等等 在下面 那這個是受醫學 看馬跟狗 好我們看起來 馬的確 它的散熱比較多 下面一張 狗的散熱比較少 所以狗老是吐舌頭 我們會用更近乎的根據 好 再來我們可以做製造業 工業上有很多的用途 在下面 好 其實我們的大家只要住家裡面 現在晚上用的監視器 都是用紅外線掃援 來加強它的影像明度 好在下面 還有我們的照相機等等 軍事上當然 美軍在伊拉克 波斯灣阿富汗戰戰 無往不必 就是有夜市境的關係 好在下面 好這個都是常用的一些科學上 社會上的應用 好再回到健康醫學上面 下面還是一句話 我們看到 多麼主下的病人 這邊 就會比較 顏色比較暗 好 那麼這個呢就顯示說 它的溫度比較低 血流灌注有問題 在下面 好 所以我們看到了 以上是在影像診療上面 紅外線是有它的用處 這也是我們協會 主要成立的目的 另外 其實它有一個 它在溶液上面有用處 人體上面 紅外線也可以用溫熱療法 溶液上面用溫熱療法 可以促進種子的發育 人體上面溫熱療法 對於人體也是有用處 在下面 所以溫熱療法 也可以讓人 好 在肌肉 骨骼 關節上面 都可以得到一些注意 好在下面 所以 我們未來的展望 希望繼續發展 結合科技專業 經營和依賴相關專業的 優良傳統 推動恢復發展 生化產業 結合應用 弱勢本隊的中心 我們期望 各位也有興趣 能夠參加下午 我們學會所辦的 演講分享 一起來分享一下 紅外線和 近三能量醫學 和傳統能量醫學 共同結合的成果 好 我就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